常听老法子说 不可以探财色明实睡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探睡 你要好好的算一算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你睡多少小时 睡眠是昏晨 所以心底清净的人 睡眠自然就少 我们休闲 学到时间不够用 贪睡的时候 把你的时间控过了 非常可惜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 规定出家人 睡眠一天只有四个小时 中夜睡眠 古印度是讲六时 昼夜六时 昼三时 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夜三时 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 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 睡觉的时候 两点钟就要起床了 勇猛精进了 不可以偷懒 到底在此 所以以前这个寺院安堂 多半的都是建立在身上 环境非常幽静 确确确实实 他们睡得早 夜起得早 我在没出家之前 跟灿云老后尚住毛棚 住过半年 毛棚只有五个人 山上没有水 没有电 晚上点小蜡烛 那么我们晚上睡觉 大概九点钟就睡觉了 早晨一点多钟 两点钟起床 起床因为没有灯 佛像前面点一对蜡烛 那么我们功课呢 拜佛 就早晨起来 拜三拜拜 拜完之后 过人有过人的工作 就开始自己去做 所以这是睡眠的时间 越少越好 佛说 这个五欲 财神明是谁 也叫五盖 盖是什么呢 盖父 把你的信德 你的智慧 你的德能 盖出去 张盖出去 这是张盖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 越淡补越好 财可以不要 色也可以不要 这个色是指南女 可以不要 名也可以不要 吃跟睡 没有办法 但是越少越好 所以佛教人的时候 是日中一时 一天吃一餐 够不够呢 够 人 饮食 是能量的补充 身体是个机器 需要能量补充 它才有精神 才有体力 能量的消耗 百分之九瘦 消耗在妄念上 确实 与劳心劳力 消耗多不多 消耗在妄念上 消耗得最多 所以你的妄念越少 你的消耗就越少 很少的饮食 你能够一些 所以佛陀在世 他跟带的这批学生 心里都很清净 一天一时足够 阿罗汉 心更清净 见识烦恼都断了 一个星期吃一餐 披止佛的定功更深 就是说妄念更少 半个月吃一餐 阿罗汉出来托拨 是一个星期一次 披止佛是半个月 出来托一次 一次就吃一餐 不是托一拨回去慢慢吃 不是 所以从这个以后 我们知道 你看四戒天人 这五条都没有 这五条都没有 这五遇 四戒天人 得粗产 这个禅定 得粗产一上 他可以不要睡眠 他可以不要掩饰 这证明 是真的不是假的 是可以断的 我们现在就烦恼 稀奇妄念太重了 才需要这些东西 我会说我会在这里 我会做什么 是什么 我会做什么 感谢观看